不是只有你,沒有水沒有電,我們也沒有,我們已經四天了 我們也有小朋友 你跟著看,你中的船在船上,要怎樣? 要船到,要船到,你要船嗎? 你船在船上,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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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上 小姐,我們這樣說,事情發生,米黨他會處理,他也可以說 他先把我們大聊你的事情先處理好 他會私底下先幫你處理 所以我才說我要留我的聯絡方式給一下 所以我們就不要先糾結,先讓米黨把我們理類的事情處理好 其實這位小姐,她當天打來的之前,也有另外一個里民打來 也都是因為停電的問題 光這四天,颱風天,我們在搶修災況的時候 也有里民當第一天就先打來罵了 下午打一通,現在無風無雨 他為什麼還沒有電,一直罵 你說,他都,你里長,可不可以趕快處理 他說你這里長是在裝他小 我覺得很無厘頭 晚上又打來,噼哩啪啦的三字心就罵出來了 對啊,我就覺得很扯 結果我們這邊都沒有電啊,已經好久了 從一直緩緩緩,拍電也很辛苦 我們也知道啊 好像來做笑說要來幹嘛幹嘛 結果昨天才有發電機來這邊 結果外面都都有,就是整條這邊山龍都沒有 他感覺好像在詐騙 他騙你們緊吃的,所以要供電 從隔天 隔天那個就一直說11點 然後在隔天,在隔天 結果隔好多天,到今天都還沒有電 都還需要我們里長他們去那邊抗議才有來 才有來 他來也是安肥無瑕 兩包麵幹嘛 兩罐看礦神水幹嘛 一家那麼多人,兩包麵要幹嘛 他騙人啊 從昨天就電視上說 全部都有電了啊,結果哪有 今天又說要有電了,結果還是沒有 對啊,又停一停啊 停幾天啊 四天啊 四天啊 對啊 你們這裡沒電要怎麼辦呢 沒電也是沒電啊 那前那個... 那些... 那些那些嘛 三天洞人一種煎鍋啊 沒有什麼啊 那你煎鍋啊 啊不煎鍋啊 啊不煎鍋啊 啊你要看洋蔥機,你沖的那裡還不沖滅啊 對啊 啊... 那你怎麼... 啊...台電還是...你長這裡有跟你說當上什麼電 他也不知道啊 這不是...他在煮軸的 啊台電耶,怎麼有說 台電也不知道啊 沒說哦 都沒有啊 都沒有人跟我們跟我們說 沒有啊 啊所以你們這裡農總廳多久啊 四天啊 整整四天 整整四天啊 損失的不少啊 啊你們這個冰箱裡面問什麼 要怎麼辦 我們要煎那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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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用的那些菜 那些冷凍的那些問什麼 怎麼都煎掉了 啊三個四天不洗啊 要怎麼洗什麼 要怎麼洗 要怎麼洗 我怕啊 對啊 行車價台多少 都煎了 沒有... 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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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煎... 那當地里長呢也很有趣 記者問他講著講著不小心 就把真話講出來了 我們來聽聽這個桃子園區的 煎商會把自己的這個大龍周遭的 這個排水系統做好 旁邊周遭是都有水溝的 但是只要沒有建案的話 就像我們的這個桃子園路的人行道 那邊就不會有側溝 這個就是不完善的一個排水系統 我這次也看到很多的狀況 就是說我們在防汛的第一天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告訴所有的這個 這個基層的這些單位 水溝全部都要清掉 要清一次 我以前就是清完以後 我一定請縣長親自走進去 要清一次 第二個就剛剛講 你的建案 你在施工的時候 有沒有把我的排水路堵到了 有沒有把我的排水路挖壞了 全面做清查 就說這些建案你蓋了新的 對 沒有錯 你蓋了 可是我要確定 你沒有把我原有的排水路 給堵到了 你的這個管子 要有辦法通到我的這個東西 這個是你的第一線的這些水利局 要去檢查的 還有我們在施工的時候 常常叫做破體施工 我們有一個施工便道 堤防被打開了 那這樣的一個地方 你一定要做什麼 一定要有沙包就在旁邊 真正這個颱風來的沙包 全部都要堆上去 因為其實海上颱風警報到 陸上颱風警報到淹水 其實我們有將近 時間應該是充足的 我們將近有海上颱風警報 至少兩天 對 陸上颱風警報至少至少至少 至少還有半天 那你這個東西就是政府 半天裡面你該要有的作為 就是淹水是天災 那個沒辦法 那老天爺的事情 可是政府要做的就是 其實大家常常把說 我花多少錢讓你不淹水 其實我今天跟你講是應變 應變就是在講 看到降雨水淹過來 水不讓它進來 東西疏散人民沒傷亡 這東西叫應變 那你的下水道 有沒有通到政府的排水幹管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就是監商啊 不 監商一定會知道 第一個 第二個你的政府一定知道說 你的水路有沒有通到我的水路 那你的圖資都不要送到政府來審查嗎 是啊 你圖資有送到政府來審查 為什麼我沒看到 你的排水路跟我的排水路 所以怎麼會有熱情 這匪夷所思 所以就表示 在中間有個環節 錯誤掉了 你們要講人禍 嚴格上這個就是人禍 這就是人禍 但是這個事情我沒看到 檢調有差哦 對 這個非常明顯 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只要淹水 其實我們的核酸局很可憐 一直要淹水 不用休假 第一個時間 檢調就來了 我可以再告訴你一個真的Case 以前檢調會查 就把你們人抓去關 對不對 我跟你講 1998年還是97年 有一個颱風 我們第三核酸局 堤防被衝破了 衝破了 那我們就叫搶險了 對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有個開口合約廠商 就必須要趕快把石頭 裝到一個我們叫蛇龍 然後就把它丟到那個堤防 那個缺口把它補起來 然後搶險成功了 好 結果另外一家廠商 沒得標的廠商去檢舉 說他偷工檢料 結果我們調查局 我們的檢調就把蛇龍挖起來 那個石頭每一顆拿尺去量 蛤 我們石頭規定 蛇龍規定 石頭不能小於28公分 結果他一量 一部分的石頭不到28公分 把我們的同事起訴 偷工檢料 我告訴你 就為了那件事情 我們從河川局局長 到公務課長 到幾個同事 就這樣被法律困住了半年 半年 還有一兩個年輕的 一個屋子死去 真的就死了 那誰敢做事啊 就當初檢調是用這種態度 用顯微鏡在看 放大看 我們做事情 當然身為一個首長 我必須要替我的同事 Defense 第二個 我就跟你講 那是我那時候在打火 在救命 你叫我去量石頭 無敵是法律 他們就這樣子解釋 那我也很納悶 為什麼 當然我們不是說 要針對公務員 但是還原真相是很正常的 沒錯 為了那件事情 我們還把蛇龍的設計規範 把它給改了 不會寫28公分 一定寫幾公分到幾公分的範圍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這當然裡面有沒有人禍 不敢講 但是高雄市政府 有沒有很委屈 我也不敢講 但是我只有呼籲 已經呼籲好幾次 還原真相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假如說高雄市政府 都做得非常好 我們要給人家拍手 當然 那假如說真正在哪個環節 出了問題 那我們要給老百姓一個交代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你 合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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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